上次我们讲到 正当李云龙和陈虎 觉得被客商寿 他们将邵玉华 劫回柬埔寨 哎呀 正在担心的时候 幸好柬埔寨的警方 很快传来的消息 说他们 已经将李云龙他们怀疑的 客商寿和邵玉华两个人捉住了 李云龙听到这个消息 真是半起半忧 因为自从他们通知了柬埔寨警方 说在途这两个人 在中国犯了重大的经济犯罪问题 希望柬埔寨警方 组到他们 马上就转介回中国这边 李云龙他们会即时过去接收 所以柬埔寨警方 密切注视波东塞他们的行踪 当波东塞带上邵玉华 这个时候邵玉华已经换了泰国的护照 用一个泰国人的身份来到金边 波东塞带着他 去和客商寿见面的时候 警方及时出动 将邵玉华和客商寿两个人捉住 但是波东塞走掉 不过 柬埔寨的警方虽然捉住了他两个人 但是拒绝李云龙和陈虎去和客商寿他们见面 因为他们捉到邵玉华跟他见面的那个人 即是客商寿 他拿着的柬埔寨的护照 还有其他的合法证件 证明这个人姓五就不是姓肯 是华洋的柬埔寨人 又不是中国人 所以 除非陈虎他们拿出有力的证明 证明这个人是中国籍的人 如果不是呢 就不能给他们见面 更加不能给他们审讯 因为外国政府 如果柬埔寨的境内 去逮捕和审问一个柬埔寨国家籍的公民 那绝对不行 是对他们国家主权的干涉 警方的态度非常坚决 一点都没办法通融 李云龙几经交涉之后都没办法 他就只好对陈虎说 那陈虎 看来 只有你飞回去 将客商寿的中国籍法文件准备齐 我们再跟他们交涉引渡的事情 陈虎于是乘机转道回国内 李云龙要求金边警方 他说 这个人是有重大的经济问题 而且呢 他也都转移了国家的大量资金潜逃的 所以希望呢 对方能够对客商寿严加看管 不要给他走掉 也都不能够给他自散 但是这边呢 李云龙啊 想见客商寿一面都不行 那边的地头从波东赛呢 自从警方逐走了客商寿和邵玉华之后 他又马上消失了一段时间 他说没多久 他就花钱搞定了金边警方的很多人马 然后自己进入监狱来探望客商寿了 他说 喂 老友 这运你就大劲了 原来中国警方啊 是拿着国际刑警组织对你的红色统緝令 这边的警察呢 就只能够将你拘留 不过幸好 我和你搞了个柬埔寨的公民身份 所以 这边警方呢 就拿着那个身份 暂时不会把你交出去的 不过 一旦如果中国拿出充分的证据 证明你其实是中国籍的人 那他们就只能将你交回给人家了 是吧 客商寿自从经历过 在南美甘借园那段艰苦岁月之后 现在呢 对于被人拘捕恐吓 这些日子都已经习惯了很多 他说人呢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也都冷静了很多 他就说 哎 哥哥 你有什么办法呢 我答应你 只要你能够将我交出去 我去香港银行那里拿到的钱 我肯定将它分一半给你 你知不知道有多少 整二三百万美金 波东赛 苦笑了几声说 我不是闻钱 只不过现在呢 哎 如果没钱买通这帮人 你想出去就难了 第一 我现在没那么多钱 可以卖通这么多人 让你放出去 你虽然有钱 但是现在你又给不了我 那远水都救不了近伙的 不过 你还有条路的 我就是怕你不接受 客商手一听马上说 哎 你说你说 只要不用回去受审 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哎 老实告诉你 在警方里面我有很多朋友 只要买通他们 那你就肯定走得掉 随便说你已经潜逃了 或者压戒的时候 突然间出了什么意外 让你走掉 让你走掉 有一千几百种你有 不过 你的钱在那里这么远 拿不出来 现在有人愿意 替你出这笔钱 卖通警方 但是人家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告诉你 当初将你在甘借园 那里劫出来的那帮人 在泰国其实已经找到我们 现在这帮人 就来到了甘辩 他们答应出钱 一个交换的条件 就是要你交出一本黑皮堡 喂 我都没见过你有本什么黑皮堡 这么重要的吗 客商受一听失望地弹一口气 唉 那本事如果被中国政府掌握了 那就有些重要人物的经济犯罪证据 被人知道了 我想劫持我这帮人 这么关心这本黑皮堡 他们一定是和这些经济案件有牵连 而这些人表面上 是你得高望重的公众人物 所以 他们丢不起这个假 也都惯不起这一铺 还有些 可能就是中国的某些官场人民 和那些黑社会有交易的 驾着这本黑皮堡 一拿出来就会曝光 播冻菜厅就说 喂喂喂 老友 既然是这样 你要保的是自己的名字 那又何必你那些人呢 哎呀 哪个狗都自己的交给谁呢 客商寿苦笑了一下 他仔细想想就说 老波啊 不是我说 这本簿一天在我手里面 我都还有机会 但如果我交出去 那帮人第一个就要拿我的命 又怕我手里面还有证据 又或者我已经看了里面的内容 他们肯定要杀人灭口的 我不能给他们的 给了他们的话 恐怕我一出这个监仓门 接着就第二天就没有命了 而且这本东西都不在我手里面 在香港的时候 我就已经将它 寄存在一间银行的保险柜里面 除了我自己之外 谁都不知道 也都拿不出来 而且 那里呢 还要我亲自刀墙 用指纹来确映 这样 保险箱才可以打开 他就算知道这个地方 也拿不出来 我靠他来救自己的命 波东再走走未来说 这次中国警方抓你 都是为了这本黑皮堡 我现在是腹背受敌 两面夹击 老波 你和人们说一说 只要那帮人保证 我不让中国警方拉回去 我答应永远都不公开的黑皮堡内容 而且只要我一安全 我就可以把黑皮堡交给他们 现在无论如何 我怎么都不可以交给他们 老实说 最坏的打算 就是被人拉回去中国受审 但我有本黑皮堡 我都还有立功的机会 到时候 我可以跟他们做交易 交出黑皮堡 人家起码都是判刑我几年 如果不是的话 现在交给他们 那我真的自己拿来死了 波东再听到就说 那我去试一下吧 喂喂喂 慢点 老波 你和他们这样谈一下 你说如果客先生 被中国政府引渡回去 他没办法 肯定会交给他们的黑皮堡 那时候 整班人就曝光 好了好了 我就照你这么说 波东再出去之后 那班人听到客商手的条件 直客 就向香港的打了电话 香港的何叔接到这个电话之后 又马上去国内的一条神秘热线 打了电话 客商手的条件 看来是太过苛刻 那边就说要想一想 想一下怎么样 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就是这样 事情拖了两三日 哎呀 就是他们 因为这些事情拖延的时候 李云龙也经过再深的交线 警方最后 只能同意李云龙和邵玉华见面 因为客商手的确有 柬埔寨的合法公民身份 而邵玉华身上的确搜出了 一张中国的身份 虽然他另外拿了一本泰国的护照 但是经过核实之后 泰国警方就出具了证明 证明这本护照是偽造的 邵玉华自从被警方拘留了之后 那些警察的身上搜出了三张信用卡 那些柬埔寨警察一看到 哎呀 马上就以为邵玉华是他有钱人 所以对他是非常之重视 对他是又闹又打 希望他说出信用卡里面有多少钱 因为自从听国际刑警那边说 说这两个人 拐大了国家的大量资金潜途的经济罪犯之后 柬埔寨那帮警察以为捞到肥猪 心想只要能够在他们身上炸到的部分 那自己一帮人都有牌疏忽了 所以对邵玉华就要抓紧时间 骂呀打呀什么手段都出齐 只希望能够尽快炸干他的油水 邵玉华这个女人 何时见过这样的场面 自从被人抓了之后 就整天惊惊惶惶 哎呀他心情都不知道 多么动荡 现在被人一吓一打 受不住折磨 就说出自己是中国人了 他的口供的记录在案 警方见到 原来邵玉华真的是中国人 就只要同意李云龙和他见面 李云龙知道 要证明客商寿是中国籍的话 邵玉华是个重要的人证 所以对他是非常之客气 邵玉华自从进来之后 天天都担惊受怕 个个都是恶型恶相的对他 哎呀 现在和进来之前 那个样子已经大不相同了 不仅是花蓉失色 眼窝深深凹了下去 而且神静的外外祭祭 在有两个柬埔寨警察在场的会见室里面 李云龙见到他这么惨的样子 首先在袋里面拿出一块朱古力 递给他 警方确认了这粒朱古力里面 没有包含了什么其他的夹带物品之后 就加了一些邵玉华 李云龙说 少小姐 我是中国的警官李云龙 我们一会儿谈一些事 我希望你能够具实地回答 你现在吃一块朱古力 补充营养先 邵玉华闻到那些朱古力的香味 哎呀 即使大口大口吃起来 他似乎已经隔了整个世纪 没吃过好东西 一定要受到法律的厌情 你呢 只是权势交易里面的受害者 只要你态度好 回去之后 将问题交代清楚 政府肯定会给你一条出路 等你立功赎罪 如果立了大功的话 还可以考虑 对你勉于起诉 啊 真的吗 那一切就决定于你的态度了 你冒着生命危险偷渡出境 不是为了来投奔客商兽吗 现在已经没什么意义 他自己自身的难保 还怎么可以保护你呢 再说 如果你没有手里面 那三章 必须有你和客商兽 一起签名的信用卡 客商兽他根本就不会跟你联系 他要的 是他自己贪上的这笔钱 不是你 你还很年轻啊 你怎么会甘心 做客商兽的陪葬品呢 这样真的不值得啊 但是 我已经到了今天这样的地步了 还可以怎么呢 你还有生路走 虽然 以后再也不可以过那种 花钱如流水的生活 但是 做回一个知识其力的劳动者 你还是有机会的嘛 你这么年轻 自己本身的条件也不错 要走哪条路 就要看你自己了 那我应该怎么做啊 其他问题 以后再说 现在你要做的就是两件事 第一 你要如实地向警方承认 自己是中国人的身份 而且要坚决要求 回来祖国 第二 你要以你 和客商兽 几年交往的经历 来证明客商兽 也是中国公民 无论发生什么情况 你都要如实地说 你做到这两点 就是你态度好的具体表现 但是 我都要警告你 不要心存虚幸 不要跟自己的祖国为敌 获家的利益 是不容侵犯 跟祖国为敌 你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 我记住 我记住 其实在这里 我真的顶不住了 他们整天都以为我有钱 天天都折磨我 再不回去 我失死的了 邵玉华放声痛哭 第三日 陈虎就带来两名干警 一位国际法的律师 还有一个外交官 来到这边 他们带来了 足足一个密码商的材料 足以证明 客商兽和邵玉华 是中国籍的身份 虽然这个时候 黑社会那边 也都出了很高的价钱 来行贿警方 但是 由于这个时候 李云龙提供了充实的材料 而且 还有国家的外交官 向柬埔寨政府 施展了很多外交的周旋 再加上邵玉华的征词 柬埔寨的警方和法院 终于也都认同了 客商兽和邵玉华的中国身份 同意警方将他们引渡回去 经过了千里的追踪 这一天 陈虎中在机场那里 看到了被柬埔寨警方 押下来的客商兽 陈虎跟他戴上手铐之后就说 客商兽 我现在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义 宣布你被依法逮捕了 客商兽看着他 惨言一笑 但是跟着说 陈虎 你爱我不何的 那本黑皮宝你还没拿到手 我立功的机会 比你立的功业大得多 现在我还是你的上监 客商兽还想说些什么 李云龙走到他身边 用手车的身上轻轻一刀 点了他某一个月位 客商兽整个人躺在地上 所有的人都上了飞机 这架飞机慢慢驶向跑道 突然间一加速飞上南天 在客商兽策拿归案一日之后 国内的媒体 无一例外地刊登一条 令很多人期盼已久 又使有些人无比沮丧的消息 赵彭远被撤销了 党外外的一切职务 开除党籍 检察院也都开始对他进行立案偵查 这个在当年来说 真是一件 触动整个中国 甚至是触动世界的一件反贪巨案 这个时候 对赵彭远的第一步法律行动 就是监视他的居住 虽然他暂时还是住在他的市委书记楼 但是未经允许 是不能擅自离开他的住所 他的太太获准陪和他一起居住 原来的厨师也都继续流饮 不过蔬菜食品的采购就由监视人员负责 监视小组进入了这座书记楼的第一层 表面上 他们对赵彭远也都很客气 唯一的变化就是 大家已经不再叫他做赵书记 而是只是叫他老赵 赵彭远跟他太太聊天的时候 监视人员都是有礼貌的违避 监视居住 使得赵彭远跟自己的老婆的关系 也都有了一些变化 其实 在很多年之前 他们已经分房睡 这个不是说他两夫妻感情不好 虽然赵彭远在外面有几个女人 但是 他对自己的太太一向还是很尊重 甚至很爱护 睡房睡 是因为工作上的方便 赵彭远有时应酬是好夜 又或者加班工作好夜 有时半夜接到电话 他都还要想一下应该怎么做 又或者即时叫自己的秘书来准备材料 所以 两个人一起睡 根本上就会很大地影响了自己 太太的休息 赵彭远在家里 有时审查文件 也要凌晨 所以 为了不影响夫人的休息 两个人就分开房 但是 现在监视小组 就要求赵彭远的夫人 搬入赵彭远的房间居住 理由非常简单和清晰 赵彭远有心脏病 需要照顾 其实同时 也担心他想不开会自散 有他太太陪住 就会提高安全系数 而在这个时候 他的夫人也想借这个机会 尽一份妻子的责任 自从赵彭远多年前担任市长以来 他照顾丈夫的权力 似乎就被这个体制剥夺了 赵彭远不单有秘书 依据他的级别 赵彭远站在窗前 他已经整朝一样站在那里 他好像在沉思 但又好像只是在发弄 什么都没想到 能用这么平静的心态 来应付这场由何启章自杀 然后激发出来的诸二战 以至最后自己在斗争中的失败 连他自己都感到奇怪 他老婆望着他的背影 好担心地说 老赵啊 整天站在这会很累的 坐下休息一下吧 麻烦 站多点 人可以清气上升 逐气下降 对身体有益啊 那老婆搬过一张椅 放在窗前说 你还是坐下啦 赵彭远轮转头 望了老婆一眼 他终于坐下 坐下之后 他马上觉得 自己似乎整个身形 矮了半截 本来逼在空中的口气 也都散开 在市委召开的 公检法干部大会上面 赵小彭听到了 中央关于撤销赵彭远 党内外一切职务 而且立案侦查的决定 虽然 这个消息对于小彭来说 是早有准备 但当这日 真正来临的时候 他的身心依然受到强烈的震撼 似乎身体也失去了重量 只感到一阵阵的头昏 而且 当这个消息宣布的时候 大礼和近千名的干部 有很多人不约而同地 转转头将目光抬起着他 他见到有很多人向他指指点点 有些都跟指指渣渣地移动起来 有些人 还担高头 甚至站起来向他望过来 就好像当他一个怪物 羞恥地屈辱地 背起亲情的犯罪地 杀时间 填满着他整个脑海 他极力地克制着自己 不让自己的眼泪流出来 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 我们明天再说 谢谢观看